这把的话前这个羽女包大房 他那个叉子会不会拖空 他叉子应该是直接就是操作范围收回了 但这波其实跟拉近距离也还行吧 五女这边是直接拉点啊 到前面的两板一窗 然后再下个八音盒板子一拍跟你绕 你绕不了我给你框了 这边直接框 框的话这个位置 这么收叉的话我觉得他可以再走前面收叉 这样的话五女其实拉点拉的你别说还可以 羽女这边这波水汽后面再补 不一定能补得上吧 再下一个减速八音盒 要被水汽炸了 没飞轮的 这个走位 有点奇怪 你走不开水汽你让他A到眼睛 对我也觉得 他当时直接拉的话应该是可以出范围的 这边能逼出闪现吗 我觉得能逼出闪现就就算成功了 逼不说逼不说 一刀 哎呦他带的不是飞 对他不是飞轮 他们也五女其实带双弹 因为我们刚刚看他们这个阵容觉得 启言这边要么蜡象师要么鱼女 他们这边其实无论打蜡象师还打鱼女 我觉得带飞轮会不会好一点 他们三个人全是双弹 他们可能没想到他打的是鱼女吧 但打蜡象师不是也是飞轮好一点吗 可能想到就这个图双弹拉点可能会 也对可能是根据地图来考虑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这个五女可以卖 确实这个五女可以卖啊 而且这个这个五女我看的出来他好像6 鱼女也不是很会6 在防水器方面是不是 对嗯 那这波应该就卖掉 我觉得搏命都可以不交 就就就就有可能吃双岛吧 他偷人是可以偷一波 可以已经靠近了 这波 你要怀表啊求点稳 但这水器在涨啊 哎这个要吃双岛的话就就给给给给了呀 哎呀双岛了 哎呦这波有点亏啊 没有双弹根本没有飞轮根本溜不动 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不救的 就这个博命留着 裁个盒子吧 或者而且大副他当时这边 那个时间 贴着贴着那个角落这么走半天 然后后面还吃水器双岛 不太理解 他应该早点掏 对我也觉得他上来直接掏嘛 吃个震慑跟这边吃水器再挨一刀双岛不是一样的吗 是的 不过还行吧 全是这边密码机剩的不多了 应该想的是拖时间难道 拖时间也有可能吧 反正机子是差没多少了 但是机子是真拖够的 对对对对对 机子是拖够了的 就全是现在外面一个杂机一个古董 两个人都是满血满道具 你找不到这边的大副 找到大副说实话 机子也够了 大副交自己没有交了 交了交了交了 大副已经起来了 我觉得大副这边看看要不要大副其实也还好吧 就这样吧 外面重新起待机子 对杂机这边拖着 骨头伤过来正面给压力满的 鱼女要抓我们的杂机 我这边就把机子给点了 你要是拐密码机 我这边跟你耗也好 这样的话穷者他们的一个状态分摊的比较好 然后他们的道具其实分配的也比较好 就每个人道具都有一定的消耗 但是打到残局以后 每个人都有道具可以用 我觉得这个时候 鱼女也没什么办法 闪现交了 你记得交了 这闪现交了 那 那又是个平均 小房这边有地窖 小房这边有地窖 杂机能不能玩出来 一颗球先跳 你闪现可交了 你要击倒我 排到了 他们排到地窖了 但杂机这个位置要往小房那边走 这里刚刚卡了一下 对对对对 他应该是回头再看鱼女 然后位置 这里还有球吗 还有球再跳一波 好心有机会跳地窖哟 还有球吗 没有了吧 有有有有 哎呦 蓄出来了 蓄出来了 刚刚蓄出来一个红球 这一个球 我还了我还了我还了 塞跑了 跳 哎呀 Rebo坏了呀 哎呦我去 嗨呀 这闪现交的血盔 哎 血盔